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早就想介绍这部电影了 但其实我有点点dilemma 就是我想介绍这一片 也想介绍一下Doctor Strange 2 就是奇异博士2 结果后来听了半天 发现奇异博士2拍的不怎么样 就是没什么好评 那就算了 我们就不要介绍那一片了 我也没有很想 就是两片比起来 我真的比较想介绍这一片 那这一片你大概知道 就妈的多重宇宙 那这部片的片名也很有趣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就All at once 就是同时一起发生 At once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片东西 其实主要是一个女明星 或者好像她 因为我还没看过这个片 我不知道她们在里面有演 但是她是演过一个片 她演的片我唯一有印象 或者我看过的 就是以前那个魔鬼阿诺 她拍过一个片叫做 我记得翻译的很奇怪 叫魔鬼大地的样子 那她的英文片名叫 True Lies 真实谎言 那她在里面演她的老婆 所以她的这个女明星 叫做Jamie Lee Curtis 很有趣的一个名字 Jamie Lee Curtis 姓Curtis 那她有一个middle name 就是Lee 那她在推特上 还是在Instagram上 应该是 推了一大堆东西 讲了一大堆事情 那好像是有在开玩笑 然后也不像在开玩笑 总之 她把她们这部片拿去 跟Dr. Strange 2来做比较 那在各方面呢 都是把人家打趴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太棒了 所以看一下下 因为这片里面很多华人 就是这个 妈的多重宇宙 所以我一定是支持这一片的 我就是一个这么不公平 戈备王里面玩的人 所以她呢 她ignite 就点燃了 Multiverse debate Debate你知道是辩论 Multiverse就是那个多重宇宙 Universe是宇宙 Multi是多的 所以Multiverse 这样应该没问题 而且呢 WithDig at Dr. Strange 2 所以这个Dig 我们昨天才看过 我们讲的是那个Pierce Morgan 他have a dig at 谁呢 Badkamp 还记得 他说嘲笑贝可汉 哈哈你跟三个人一起拍 结果你不是 你是四个人里面的唯一一个 不是时尚最强的家伙 So 三个Goat 以及David Beckham 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如果不记得或没看过 去看昨天的影片 好回来这里 所以他就嘲笑了一下 就讽刺了一下 Dr. Strange 2 那他的这个小标题 我们先看一下 I wasn't head cheerleader in high school for nothing The actor said in an Instagram post poking fun at the Dr. Strange sequel 对 我们就马上来了解一下 在说什么 I wasn't head cheerleader in high school for nothing 所以我们要从里面 抓出来学习的东西 事实上是 否定了not 加上for nothing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 否定的结构 OK 否定的结构 也就是说 我 好 我先翻译一下 这是在说什么好了 就是 嘿 开玩笑 我 我 我不是说 做了那件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是 就是白做了的 OK 像 我如果用我自己当个例子 好 我目前讲的好乱 我用我自己当个例子 好了 像你说 Paul你英文讲的不错 我在加拿大住了快20年 可不是白住的 可不是白住的 或者说 我做一件事情 可不是白做的 所以你看 他是不是有否定的意思 所以 我 不是在加拿大住了20年 都浪费了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在加拿大20年 可不是白住的 这句话翻成英文就是 Hey I didn't live in Canada for 20 years for nothing 写出来给你看 I didn't 否定了 live in Canada 我事实上 入20年 事实上应该17左右 所以 for 20 years for nothing 所以 这就可以翻译成 我不是在加拿大 住了20年 是白住的 这样懂意思 所以 这要怎么翻译成中文 不是白的吗 这什么烂翻译 好 不要这样翻 删掉 好 你看了影片 就懂了 我们也不要把它翻成中文了 所以 再看回来这里 他说 wasn hetchily的就是 拉拉队的头头 所以拉拉队长 所以 我在高中 拉拉队长 可不是白干的 所以 他在讲 其实也就是 他今天 po了一大堆东西 就是在好好地替他的这部片 打气 加油打气 而且 很成功 这样子 so I wasn't here at cheerleader high school for nothing 大家懂了 OK 而且另外这边 再看一个小概念 就是 actor 你看他这边讲actor 你可能会以为 表示他是男生 不是 你想说 女演员不是actress吗 可是你知道 就是这个 性别平权的概念 现在越来越普遍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不想要 把女明星 讲成actress 我们通通统称为actor 所以这里 OK的 尤其像这个Huffington Post 是非常非常左派的媒体 所以 他有这样子的选择 我也不意外就是了 好 所以他 总之 然后poke fun 所以poking fun at the Dr. Strange sequel 所以poke fun 其实跟我们刚刚的 dig at 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就是开玩笑 那这是Dr. Strange 2 所以他是sequel 所以sequel就是续集的意思 好 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到底有一些什么其他可以学到的词 所以事实上刚刚那个句子 这个句子我觉得真的很棒 只是他实在太难放在标题里面了 所以我们今天标题里面说的是 take the cake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会看到了 来anyway 好 我们往下看 所以Jamie Lee Curtis kicked off the movie Battle Royal of a Lifetime 所以他kick off就是开始了 这是一个足球术语 展开了一个电影界里面的Battle Royal Battle Royal基本上是我们大概现在很常理解到的一个大逃杀的那种游戏 你知道大逃杀就像吃鸡的那种游戏 也就是说杀来杀去最后只剩一个人 所以我们以前在那种摔角界会看到 那个叫什么东西 Royal Rumble好像是什么还是什么的 就是一个一个摔角的时候冲上去 然后都很有名都很厉害 然后到最后会只剩一个人 所以这个的概念就是Battle Royal 所以他开始的这个Battle Royal 仿佛就是我跟你拼到死 看谁最后站着 So the last man standing 所以大逃杀就是在比 谁是last man standing 但这个last man standing 或许今时今日也已经政治不正确 应该改成last person standing but anyway 好 所以他说 所以他有演 所以他的Curtis co-stars in the surreal and mind-bending film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所以他的确有一起演 在这个surreal surreal就是超越现实的 废话嘛 这么多重宇宙 当然是超越现实 所以surreal 感觉超越现实 以及脑袋会很烧脑 所以mind bending 所以the movie bends your mind 所以让你的脑袋 折了又折的感觉 所以很折脑袋的一个片子 中文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 but anyway 以及他跟谁演的呢 Alongside Michelle Yau 就是那个央子穹 那后面这个叫 关继威 如果你像我一样年纪的话 你会知道 关继威以前有演过 七宝七眸这个片 以前也演过 那个Indiana雄师 我们讲那个叫什么 不是 Indiana Jones 这个中文翻成什么 突然间想不起来 总之演那个片的 那个男主角叫做 反正就哪一个鞭子在甩 Indiana Jones 然后那个男主角也有演 星系大战里面的那一个 Han Solo OK 我突然间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Holy shit 我也懒得查了 但总之关继威是当时的小朋友 那现在已经是中年人了 所以你看这时代眼泪 时间的眼泪 好 Anyway 三月的时候开始演的 我还没去看 我一直很想看 还没时间去 好 所以这个 Halloween actor 所以其实 Jimmy Lee Curtis 是这片发迹的 Halloween这个中文翻成什么 我也忘了 也是很有名的片 历史上 绝对有名的片 好 所以他说了 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认为 Blockbuster D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 That Debut This Weekend Pales in Comparison 他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他觉得 这部片 Blockbuster这个片 Blockbuster我们解释过好多次 不解释了 总之就是 Halloween大片的意思 也有别的意思 说真的 而且他是 这个周末开演的 所以Debut这个词 就是出上演 刚出登场 他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片 Pales in Comparison 这也绝对不是 我们第一次讲这个片语 但总之 就这个用法 Pales是动词 X pales in Comparison to Y 它的结构 大概用起来 往往是这样 也就是X跟Y比起来 苍白了 OK Pales这个字就是 苍白 像如果说 你今天刚刚 你出了个车祸 结果没死 甚至没受伤 然后你就回到家 可是脸色苍白 然后我一看了就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to you You look so pale Pale这个字 苍白 所以如果说 X pales in Comparison to Y 也就是X跟Y比起来 苍白了 也就是比不上的意思 好 所以这边说了 他就解释了一下 他为什么认为 这个Doctor Strange 2 Pales in Comparison to 他们这部片 好 听懂了 来 再来 所以他说 这个片讲的是一个 移民的妈妈 immigrant mother 那他需要来 使用他新的super power She must channel her newfound powers Channel这个字 可以当成是一个 你可以理解它是频道 可是它也有 就是你把一个事情 东西圆圆的输出去 叫Channel 我们在打那种游戏的时候 你如果今天一个法术 站在原地 然后一直发呼呼呼呼呼的话 我们就称这样的魔法 叫Channeling的 大家懂意思 所以他需要 channel它的newfound power 来fight bewildering dangers in the infinite world of the multiverse 所以这个多重宇宙里面的 这个无限的世界 Infinite就是无限的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两个电影都focus在这种 interdimensional travel 所以就是dimensional 就是那个次元 所以多次元 次元间的这一种旅行 好 可以 那但是呢 在一系列的这个 这社交媒体上的一些 这个帖子里 Curtis let fans know why she thinks the film she's a part of takes the cake 所以他就 他在这些推文中 让粉丝知道 为什么他认为 他也是一部分的这部电影 所以这边 这个句子有点难懂 所以she let fans know why she thinks the film that she is part of takes the cake 大概是这样子理解 这个句子 so she is part of the film so the film that she is part of 所以这边少一个that 大家可以理解 那但是总之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that that she thinks that the film that she is part of takes the cake 好 所以这个film 是主持 那他takes the cake 所以到底什么是takes the cake 就是这边 得第一无人能及 但是我也在网路上找了一下 的确他的意思就是 通常是负面的第一 迟到你就第一 辞交功课你就第一 you really take the cake 是这样子用的 可是我们难道真的 就不能用在正面的意思里面吗 当然可以 你看他这里就用了 对不对 为什么他认为 这个film takes the cake 得第一 最棒的 所以在Friday的时候 他就post了一些东西 she posted a photo of a New York Times review 所以他推理就是这一个 New York Times的一个这个影评 那影评也是一面倒的认为 其实那个比较好 就我们讲的是另外一篇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比较好 所以这个review就说了 所以compare it 所以这个dr.strange 2 sequel and compare it unfavorably to 刚刚说这篇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所以如果今天讲是compare unfavorably favorably就是有好的 就是好的 favor favor you're in favor of something 就是你喜欢那个东西 所以他跟他比起来是输的 unfavorably 而且他也说了 就是这部片 杨子雄这一片 had more wit and imagination 有更多的一些巧思智慧 也有更多的想象 好酷 非常棒 所以礼拜五推的 然后接下来 后来又说了 他应该不是后来说 他在推文里面 他就说了这一大堆话 所以他说的就是 notting to another recent studio sequel fantastic beast the secrets of Dumbledore 所以他讲的是 而且又讲另外一片 另外一片就是 你知道 那个什么 哈利波特的里面的 一大堆怪兽的 什么东西的 因为我不是fan 对不起 所以这里讲卡卡的 因为哈利波特我一集都没看完过 对不起 我的错 不过我真的也没有很喜欢 好 anyway 他这里说了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okay it's marvelous it has a deep beating heart and brilliant visual treats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s and fantastic beastly fight scenes 所以大概 为什么提到 beats这玩意儿 就野兽 因为他强调了一下 他们的电影里面 也有像野兽般的打架 beatsly fight scenes okay 那很多人推文的时候 很喜欢把一些重点词 放大 然后全部用那一种 大写字 所以这个 Jamie Lee 他就做这件事情 marvelous大写 beating heart大写 所以这个 天有一个很深的 一个心跳 deep beating heart 以及有很brilliant 的这个visual treats extraordinary 超级棒的 performances fantastic beastly fight 所以你看 fantastic beast 就超来用 有没有 所以他就是 借用一下 这个当作reference and 以及 我觉得最好笑 是后面 他花的钱 it costs less less than what okay 比起什么 他的花费更少 the entire craft service budget on dr strange and or any other marvel movie 所以比起 dr strange 以及或者 任何其他的 这个漫威电影 比起来 他们比起 任何一部的 整个的craft service 的预算还要少 什么叫craft service craft service 就是参费 所以他们这部片 跟人家参费 比起来还要少 我相信这是浮夸 可是应该真的是 少很多 就整体预算来说的话 所以多写一个字 craft service 我们多讲一个字 我们有一个概念 叫外汇 就是那个中泼塞的外汇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厨师到一个场地去煮给你吃 我们称这个叫做catering OK catering service 所以caterer 就是外汇师的概念 多认识一个字 所以这里讲的craft service 然后我们刚刚讲完这里 我其实想补充另外一个 cater的这个字的另外一个 常见到的一个片语 就是这一个 我们中文叫做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我很肯定我讲过 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 这是福西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这句话的英文 没有鱼也没有熊掌 只有蛋糕 所以你不能够拥有你的蛋糕 而且你不能把它吃掉 所以你不能有蛋糕又吃蛋糕 你要不就只能有蛋糕 你要不就吃蛋糕 这中文感觉起来 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逻辑 你拥有那个蛋糕 当然可以吃啊 神经病 你吃了蛋糕 不就等于拥有它 神经病 可是这句英文就是 You canno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要不要加吐随便你 这句话是非常不合理的英文 我也没有试着去找过 它的origin是什么 但总之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广泛使用的 一个成语 好所以这里OK 我们再往下看 好然后他接下来还火上加油 所以火上加油就说 Add more fuel to the fire 所以他就说 这是一个很有竞争的片吗 Fuck yes OK Competitive Fuck yes 所以我可不是一个 就我刚刚说的 I wasn't hit cheerleader in high school for nothing 所以我这个高中的时候 啦啦队长可不是白干的 OK And PS 另外多加一个 PS是postscript 就是我们多讲一件事 Oh by the way 多讲一句话 我们的movie Our movie has a dynamite 它不是dynamic 它是dynamite doodle fight scene Doodle是什么 假洋剧 所以他们这个电影 还有一个爆炸性的 假洋剧的一个fight scene 打斗的一个画面 以及还有非常erotic erotic的意思就是很琴瑟的 这个热狗手 你都知道他那个电影的热狗手 媒体都有爆 OK 所以hot dog hand hot dog hand mating dance 所以热狗手的一个 这个交配的舞 以及什么石头之类的这样子 好 Anyway 然后最后还讲了一个cherry on top 所以他最后讲了一个 锦上添花的一个hashtag 这个hashtag就是 我猜我永远不会被 找去演漫威电影了 因为他今天这个帖子 把他得罪光了 所以这个还蛮幽默的 我觉得 OK 所以这个hashtag是搞笑的 Guess I will never be cast in a Marvel movie 猜我永远不会被cast进 cast这个字就卡斯 OK 我猜我永远不会进入了 Marvel电影的卡斯了 很难说了 好莱坞 你这样子弄 说不定下一次漫威电影 真的就找你了 OK 然后他最后还 他还没停 他最后再加了一个 我想要讲一个 这里先把它讲完 就是他把两个电影的海报放在一起 然后他说 像不像一个抄袭者呢 所以抄袭的人 我们有个词叫copycat OK 所以他把Dr. Strange 2的poster 称为一个copycat 非常大胆 我觉得 所以他的说法就是 is it just me 难道只有我觉得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说法 其实我把配置起来放这里好了 这个是外国人很常用的 所以 难道只有我这样感觉吗 还是你们也觉得 什么什么是怎样呢 所以这是一个 很常见到的英文的用法 is it just me 或者你如果回到家 觉得你妈的发型 你妈妈的新发型很丑 那兄弟姐妹都在客厅里 大家一起看电视 可是你就忍不住说了 是只有我吗 还是大家都觉得妈妈的头 是像米粉一样 is it just me or does anybody else find mother's new hairdo very hideous OK 只有我还是其他人也觉得 妈妈的新发型 很hideous 很丑这样子 所以用这样子来开头 来去挖苦别人 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 OK is it just me or怎样 is it just me does it seem strange that a tiny movie that could and did and continue to do number one movie in America and it's truly marvelous 这样 OK 难道没有很奇怪吗 我们这个电影 小小这部电影 竟然还是 美国现在的number one movie 我刚查了一下 也真的不是number one 但我觉得主要原因 真的是因为 他上演的戏院不够多 我觉得 因为我看了一下 Doctor Strange 他的上演的戏院 他妈四千多家 然后我看了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他的上演戏院 好像只有1000多家而已 这怎么币 神经病 好 anyway 所以他最后就是 一样又quip了一下下 所以quip这个字 我们最后介绍一下 quip就是一个 a witty remark 所以很聪明的 很有智慧的一个 说了一句话 这样子 总之 称赞一下他们这些电影 好 然后 还有最后 最后 最后我们来讲一个 最后 就是feel的这个词 好 然后他这边说了 so is this one of those internet feuds all I'll say is we would slay in a family feud contest with the doctor strange strangers she joked 他最后再去开玩笑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 弄出了一个 这个网路上的 世仇关系了呢 所以feel的这个字 f-u-f-e-u-d 就翻译成 世仇 而且啊 这个字有另外一个 形容词的用法 feudo这个字 就是我们历史上的 那个封建时期 feudal society 封建社会 ok 所以feudo形容词 那feud的就是 世仇是封地的概念 所以啊 我们是不是展开了 一个网路上的feud呢 这样子 然后他下来就说 all I'll say 我会说 我只会说 we would slay slay就是kill 所以我们在 这个东西呢 会把人家痛宰 把什么东西 family feud contest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的 一个reference family feud 是美国 非常long running的 一个意志节目 这个意志节目的概念就是 找两个家庭 然后就是 站在这个节目的 画面的两侧 所以一边一个家庭 另外一边一个家庭 中间是主持人 主持人背后有一个看板 看板上就有着 一个一个可以翻过来的 一个那个答案 所以他们要比的就是 他问一个问题 然后 那两边先派出一个人抢答 抢答到了之后 就可以继续答下去 然后要想办法把后面 那个所有的板子 都拆出那些答案来 那失败就换另外一边 然后就会累积奖金 累积什么的 所以这两个家庭 就会为这件事情拼下去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family feud OK 是不是以前有一个 赵树海主持的节目 叫大家一起来 也是同样的概念 完全抄袭 所以这family feud 其实很好看 他也很好笑 他有时候问的问题 是很有趣的 像例如说 家里面什么东西 家里面什么东西会变硬 OK 然后他们就抢答 然后就先抢一个 然后他可能就有 可能五六个答案 那你就把这五六个答案 全部猜出来 家里面什么东西会变硬 我随便乱出一个题目 我也不知道 family feud 就是这样的一种 意志节目 你就知道了 好我们讲到这里 大概差不多了 其实就可以收尾了 时间也够长了 真的 那你们去看这个电影 希望你有 因为我觉得还蛮值得支持的 很多人甚至说 他们已经预先就预告了 这一定就是这个2022年最好看的 best movie 那我当然希望也是 也希望这部片可以 入围很多奥斯卡 甚至得到一些奥斯卡 我觉得这样是 很棒的一个结局 因为这是一个 很多华人的电影 我就爱这样子的发展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先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